台中静怡大学跟东海大学 每年复活节期间 两校都会轮流举办联合祈祷会 建议联系校祭感情 今年是已经迈入第27年 这一天两校校长带领着数十位的教职员和学生 在静怡大学的主顾圣母堂一同来祈祷 除了传递耶稣复活的希望及意涵 也期盼在天主的爱中平安度过疫情 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众人合唱诗歌气氛庄严肃穆 静怡大学与东海大学在每年的复活节期间 两校会轮流举办联合祈祷会 而今年是选在静怡主顾圣母堂举办 在神父的带领下 藉由光明之路的祈祷末想 来传递耶稣复活的希望及意涵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静怡大学 跟东海来举办联合祈祷会 透过这个祈祷会 我们能够期待台湾在疫情的挑战之下 能够更加的顺利 我们联合祈祷 让台湾能够一切平安顺利 迈入第27年的静怡东海联合祈祷会 每年都会有两校的校长共同带领教职 原生参与祈祷 而除了联系校祭感情之外 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席卷的全球 也造成人心惶惶 校方也期待可以透过祈祷 在天主的爱当中 平安度过疫情 归复到正常生活 今年特别为疫情这件事情做祈祷 因为我们在疫情中 通常都会感觉到很惊慌 很不安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我们在祈祷中 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信心 在上天 尤其是天主的大爱之下 我们靠着大家一起努力 疫情会度过 联合祈祷会上 众人也为台湾的高等教育来祈福 并重申两项美好的伙伴情仪 也感谢信仰让他们 可以持续有前进的动力 为这个社会注入更多的温暖跟祝福 这什么汉台中才放不到